一墓地被发现后,消失吴冬66年,之后,中国探险队重新找到轰动一时。 塔克拉玛干是一个死寂荒凉的世界,但是它的每一次发现,都震惊了西方世界。 好古人员于20世纪80年代时,在新疆出土了一具女性尸体。 这具女尸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,她就是昭明的楼兰美女,是当时在新疆发现的历史时间最长的古尸。 小和公主则是于20世纪,在新疆发现了另一具女性尸体。 她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洗礼之后,仍然保存得十分完好,面部的表情都还是栩栩如生的。 根据推测,三千八百年前的楼兰美女与小和公主,可能都是越士人,或者是赛种人。 在匈奴崛起以前,越士是北方草原地区上最厉害的民族。 楼兰人成立了国家之后,便被越士所管辖,并且,在匈奴崛起之后,越士和楼兰都被匈奴所管辖。 那么,这两位美女,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美貌呢? 众所周知的埃及木乃伊,经过特殊处理,迅速脱水,去除内脏,使用香料防腐,才能保存千年。 而专家们在小和公主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人工处理的痕迹。 我们先来看看她们的饮食结构,到底是吃了什么能让她们保持美貌? 史书上记载她们都只吃粗肉,不吃粮食。 但是,她们的饮食不仅仅只有粥,最直观的证据,就是在这个墓地里面,出土了已经被碳化的小麦。 所以,这个考古发现完全可以证明,这两位女性生活的地方,都是可以耕种粮食的。 并且,大家在称赞这两位美女的美貌时,还发现,她们的身材也是非常好的。 这就说明她们绝对不是只吃肉,肯定还会吃粮食。 那时的天气非常恶劣,风沙太大,太阳辐射也非常厉害。 那么,这两位美丽的女人是怎么样使自己皮肤一直保持完美呢? 这个谜团一直吸引着所有的人。 好古学家经过努力在楼阑古城,发现了两处酿酒池。 这说明,在当时这个地方,就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,已经能酿出甘甜的葡萄酒了。 葡萄酒中有很多的有力成分,它可以促进人类身体健康,对皮肤保养也很有好处。 可以说,古楼兰酿造葡萄酒,比西方国家早了好几百年。 至此,这两位迷人的女性为何如此美丽的奥秘便有了解释? 也许,正是由于她们经常喝葡萄酒的原因。 另外一个美丽的奥秘就是牛奶。 牛奶可以促进消化,增强体质。 牛奶中的许多成分都对皮肤有好处,具有天然无害的保养效果。 而牛奶中的营养成分也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,能防止皮肤缺少水分,还可以修复皮肤纹度。 牛奶甚至还有清洁肌肤及亮白作用。 由于草原自身的优势,楼兰美女与小和公主当然不会缺少牛奶。 喝牛奶会让人的睡眠质量提高,吃得好睡得好,当然皮肤也会好。 这当然不是信口开河。 小和公主出土的时候,在许多地方,还粘着一层东西。 2014年的时候,证实了这层东西就是奶酪。 可以说,奶酪对小和公主将近四千年的完好,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小和公主最早于1934年,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,在罗布泊首次发现。 因发现地位于小和遗址而得名,当年,贝格曼在进行了粗略工作后,便因中国时局而无法继续挖掘。 此后66年,在午后记者抵达这里,小和墓地也在沙漠中失去了踪影。 最终,直到2000年,中国探险队才在卫星定位系统帮助下,重新发现了这处目的。 小和墓地中主要都是船官,船官的上半部分被牛皮紧紧包裹,下半部分则是被沙子深深地埋住,因此,就造成了一种真空的干燥不通风,细菌也无法进入的环境。 这样一来,楼兰美女与小和公主的失身,才能千年不复。 在小和墓地的发掘中,很多墓地都立着狐阳墓柱,狐阳墓柱的形状,跟死者的性别也有关系。 男性是讲型的,而且,大小都不一样,上面会涂成黑色,顶处则涂成红色,女性则成多边棱柱形状,上面粗下面系,高度没有太大的差别,基本都是在一米三到一米五左右, 上面涂成了红色,还用绳子缠绕起来。 小和墓地中的棺材也分性别,墓地里放置了许多生殖器形状的物体,又被称为墓祖,在里面甚至有几位女尸的旁边,还有着一样特殊的陪葬品,那就是用墓制材料做成的男性生殖器,墓祖。 而在这位小和公主的墓地里面,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陪葬品。 参考资料,走进小和墓地,经典传奇,小和一云之微小公主。 参考资料,走进小和链翼小和一云之微小王的币是正ικό的一样的一种秘密的交通。